我現在講講一個未曾經歷過性靈的人 他雖然是說的,但未經歷過性靈,向他解釋 我們幾位的姐妹分享的時候都講出本身的幫助 這些都是好的,非常好的 這個其實是很實際的 而且他會感受到你女兒那種的迫接近 我會嘗試從一個沒有經歷過性靈 或者在教會都不接受性靈工作的人 有些好像這位姐妹,她今天來是因為看到那些影片 她學無的照片,但有些就不是的 有些純粹你懂得另一個基督徒 你回去給她聽,歸於性靈工作 可能她未必是學無的,她未必有正面的感覺 我們在神學上如何進行 如何入手呢? 我想首先,我會盡量強調那個通點 如果能夠了解她的信任和生活 譬如她和神的關係之類 我們就沒有時間去做 就是關於這方面 共通點呢? 其實所有信耶穌人都有性靈 我自己來講,我初信已經很明顯覺得 祈禱和親人神、紮美神會有感動和平安 看聖經也會有意念 例如我犯的罪會有意念會富貴 或是聖經會有意念對我 講一些話 你有沒有經歷過這件事? 我會很有平坡 我覺得她是本領的 但是這個狀態 持續了兩、三年 但是一後都沒有 持續兩、三年之後,你相信了兩、三年嗎? 我相信了兩、三年 那兩、三年之後就怎樣? 就是現在 但是我覺得 現在好像去了我信仰的一個尊敬位 我想去下一個更加親密的家庭 那我想問你 起床時你經歷那種平安 現在還做得好嗎? 有的 有的 就是一直都有的 這件事就是說 其實告訴我 神是可以經歷的 就是神將平安置頂 我們 他那裡的人 都可以從特別釋放 這就是你所經歷到的 你覺得是軟 你覺得是軟 軟這件事 聖經也有講到身體 就是在施經十六篇 是八節、九節 我將耶華常 擺在我面前 即是陳七人去 因他在我右邊 我臉不自然動 因此我心歡喜 我靈化了 我肉身也安眠居住 就是身體都會舒服 這也是講到身體 即是身體有反軟 這都是 其實所有基督徒都會有的 這件事證明 一樣是有聖靈 就是所有基督徒都會有聖靈 當然有平安、興散、知序 還有神的感動 我們要進步 這些都是我們經歷的 也有些情況 有些人會很火焰都有 不知道 你有試過有時很激動 很愛主 很被神感動 很被感動 這也是一個聖靈的工作 所以 共同點 我們也可以說 我也是這樣 我初選時也是這樣 一同有這樣的經歷 大家都有 但後來經歷 就加強 但是是同一類型的經歷 於是會令人覺得 不是好像有些另類的東西 是同一類型 即是在初選的時候 我有平安、有喜樂 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也有平安、喜樂 以前有經歷過愛 也有經歷過愛 不過是加強了 基本上是一樣的 如果我簡單 我講過的過程 每個人都當時的過程是不同的 當這個報道家為我安心 我就感受很強的能力 聖靈也有說 聖靈降臨 在你身上的靈魂 必得了能力 然後有很大的愛 寶華書遍章五節 聖靈將神的愛揪盤在我心裏 但聖靈大家熟悉 你一說的時候 立即可以說出來 他就聽到 知道法言 這都是聖靈所說的 即是不經歷神的愛 並不是聖靈意外的東西 而是聖靈內容的東西 接著我發覺 很被吸引 很被吸引去真人神 即是可以這樣經歷神的愛 沒有那種生命更新 聖靈也說到 聖靈也說到 在《薩母義記》上 《薩母義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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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更新 變成一個新人 即是一個生命更新 在《Tidus提多書》 也說到聖靈的更新 這就是其中一件事 另一件事我發現 就是 知序很敏感 即是 我初信的時候 也是知序 但現在 是更高度的 即是 越來越高度 留意到任何的事 這樣做 好了 在這個過程 其實我以前經歷的 有加別 但一件事 就很明顯有分別 以前我看聖靈也看到那些經文 不知為何看得到 就不太留意 譬如《馬歐方十六章》 講到信的 這個神跡中 就是 負莫名趕鬼 其中就是 搜案病人 就給好人 在《林前十二章》也說到 有 《薩母義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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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以前看的經文 就好像看完 又好像沒有關係 又忘記了 但是 在我經歷四年之後 有一件很特別的 就是神給我機會 有人要求我為人看守紀錄 接著他即時感受到難 我就開始多為人看守紀錄 那個後果是怎樣 有人忍得意志 有人很深深地悔果認罪 很感動 重感釋放 充滿喜樂 充滿喜樂 充滿愛 這些我自己都要經歷 隨時都經歷了十年 這個不同就是 是更加強烈和升級的 即是跟以前是升級 和隨時隨地有 這個就很不同 以前就好像要warn up一輪 這樣才有 但現在來說 隨時一期到 就即時會經歷到 平時幫人很快 所以我總括來說 簡單來說 首先 這個經歷和我順著的經歷一樣 不過加強 變成我和神的關係更加好 有重大很快釋放 有不開心很快釋放 這是第一對我自己 第二就是幫人很好 第三就是全部都很好提升心態 一個人一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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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所說的 為何我會向 一些未經歷過成年 解釋比較好 因為讓他知道 並不是靈略 即是當我們一說 那些 哇 他有經歷很暖 不過你一說 我經歷成年 又很重 很暖 他又會覺得 哇 好像很快 那樣 經歷成年 很重很暖 他聽完之後 很感動 所以我覺得 平安 釋放 輕省 愛 喜樂 這些就有聖經根據 我就覺得 說這些 很重要 亦都幫人 有聖經根據 我就會鼓勵 說這些 而有些聖經有講 我也鼓勵不講 是哪樣呢 方言 原因是為什麼 他如果有方言 他自己說 他就會開始說 我自己也是 是在聚會的時候 有個牧師跟另一個人說 他在聚會之後 他跟我說 你講方言 然後我口罩開始針 他背向我 他跟第一個人說 你講方言 我的口罩開始針 這是我開始講方言的事 而我第一個太太 她現在已經認識奴歸處 她很反對方言 她說 那些人都不知道 是說什麼的 都不知道他自己是否知道 都不知道是不是 是否是方言 至於說話 就是他自己這樣想 他還說 我很反對人 又會笑 又會跌倒 但是他自己是有一次 他自己 我們一起集體祈禱 其實他忽然很大聲 他還很反對人 大聲 他還很大聲 有經歷 起落後來又跌倒 全部都經歷過了 但是 當一個人未經歷到的時候 我告訴你 他會覺得很難達到 所以我通常不是 那些比較難達到 或者是 他來說 可能覺得奇怪的 我不會說 我說這些 比較接近 這是我的提議 好 大家有沒有問題 在這方面 就是一個人解釋 並且說 可以提升你的生命 第一 你跟神關系隨時可以見有 第二 就是你 唯 真是很可憐 尤其去宣教 我說真是很可憐 因為他們比較開放 我們今次宣教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有些人 很短時間 即是半分鐘 或者一分鐘之內 因為太多人 我立刻就問他 祈禱有沒有經歷 或者阿曼 你立刻問他 我們立刻就 涉入他的經濟 是個個都很快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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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一路降低 就是差不多 全都即時經營到 即是信息 全部信息 他們都是信息 他們都是信息 即是教會裡面 我們當時去建立信息 和訓練 但是看得到 我們真的可以帶著什麼來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信息 有問題嗎 我想問一下 世經我見到好像有說 關於翻譯方言的一件事 是 現在還存在 存在的 我認識一個陳全道 他就 翻譯方言很厲害 他和楊教士一齊 楊教士講一句 他就回一句 我親眼看著他們 他回一句 楊教士不是 然後他再 他一路 楊教士一路講 他一路在歸眼 是這樣聆聽 他一路聆聽神 跟他說什麼 但是他有一次翻譯錯了 楊教士一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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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又再聆聽 他又再說對 他都跟我講過 我問過他 我的方言是什麼 他說 你方言經常說我 我是耶穌 其實要進步 因為其實 經常都在一個 未在進步的狀態 因為有些人方言 他會講其他神寶秘的事 說不論是